虽然长松花它是端子绕之物 但是我们每天接收的光照 不能稍微留和事 这是及时修盐过密的枝条 减少养分的消耗 为花样分化打下结束 田中会作为家庭非常常见的一种羊太花会 它是需要及时大丁秩序的 不然的话花宝就迟迟的不开 每年的六月份左右 我们要及时的为它修盐一遍 因为经历了春天的梦章 大多数田中会长得只要比较陌生了 如果你的田中会还没有开花 记得修盐一次 月季花 作为我国的十大美花之一 它的品种很短 花色鲜艳 开花大而美丽 要想把月季花养好 花着一叉结着一叉开 我们要在花下之后 及时的给它进行修盐 以免养分消耗 为下部的开花 打下结束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这个木耳鱼的检查方法 首先我们选取这个叉车 这个叉车像这个字 上边的花已经开白 开白了以后你 然后把这个上边这个去掉 这个没有 这个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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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带两个月的 带两个月 把下部 这两个月片剪掉 然后把叉车 叉车到几日中 前叉车 叉车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1分之一 2分之一 3分之一 2分之一 感谢观看